老师,杨老师,您好 向我们成人零基础自学钢琴啊 应该首选什么样的钢琴教材呢 啊,需不需要搭配别的教材来使用呢 啊,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吗 好,那你提的这个问题呢 是很多零基础自学钢琴的朋友呢 非常关心的问题啊 因为选用啊,一套比较系统啊 比较好的教材呢 啊,可以为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啊 还能达到啊,很好的一个学习效果啊 那我这边经过十年的啊 教学呢,啊,总结出来的啊 现在呢,就是市面上啊 零基础钢琴入门的主流教程啊 有小汤配合拜厄啊,这一套啊 有巴斯蒂安啊,有菲伯尔啊 还有钢琴基础啊 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出的那一套啊 大概是这四套啊,教程啊 那你如果问我这四套教程当中啊 哪个更好啊 其实呢,我告诉你的答案呢 是都非常的经典啊 但是每一款教材啊 说实话,它都有它的短板啊 你像小汤呢 啊,他这个入门非常简单啊 让大家先认识键盘的中央C啊 比较好入门 然后呢,取的呢 啊,也比较好听 一般小汤衣都是单旋律的啊 但是呢,它缺乏一些阅历的知识啊 所以呢,啊,我这边用拜厄啊 孩子们的拜厄上下给它弥补进去了啊 再加上我多年的教学经验啊 把这个需要填充的部分啊 基础给夯实啊 就成为一套比较完美的教材了 那同样巴斯蒂安的菲博尔 还有钢琴基础教程啊 也存在多多少少的啊 利弊的问题啊 所以说选用哪一款教材都是没问题的啊 但是呢,啊 关键是要看啊 教这套教材的老师啊 能不能把这套教材的精华啊 传达给你 并且呢,加入自己多年教学的经验啊 把教材当中的短板给填充进去啊 这样你才能更好更扎实更系统的啊 学好啊 我们钢琴基础入门啊 我这边呢 最擅长的啊 其实还是小汤啊 加拜厄啊 这套精华教程 再融入我多年的教学经验啊 一般效果会不错啊 所以呢 我这边啊 选用的是这套教材 但是我选用这套教材的过程中呢 啊 要加入试唱链的零基础练习啊 我们都知道音乐是用来听的啊 耳朵对于学习钢琴乃至学习音乐的朋友来讲 是至关重要的啊 我们的音乐啊 怎么能弹得更加生动形象 怎么能更有表现力啊 为什么你弹出来比别人好听啊 全靠我们的耳朵去做啊 这种敏锐的分析啊 才能支配我们的双手啊 更好的演奏钢琴啊 所以说在零基础学习钢琴的过程中啊 我这边强烈大家同时学习零基础的 试唱链儿啊 专栏的教程啊 试唱链儿专栏教程呢 我们将来啊 学习单音的听便啊 音程的听便啊 小旋律的磨唱啊 也为我们后期的啊 钢琴学习啊 比如提醒伴奏啊 你想听到什么喜欢的就弹出来啊 可以打下啊 坚实的基础啊 因为在我大量的测评当中啊 发现很多叔叔阿姨最后的目标就是 哎杨老师我想像您一样啊 不用谱子 把听到的曲子就弹出来 那你一定要具备试唱链儿的基础啊 再加上钢琴的基础啊 还有一些必备的乐理知识啊 才能真正的啊 达到您想要的目标啊 所以说在学习啊 钢琴的过程中 如果你能啊 同时进行试唱链儿的学习啊 等于你学习钢琴的就事半功倍了 你想想别人只是在弹钢琴 你在弹的过程中边弹边唱啊 并且掌握了试唱链儿的精髓啊 和方法之后能有效的在学习零基础课程同时 同时把你的耳朵提升一个档次啊 那你的收获就比别人更多 而且音乐越往后学 你会发现啊 耳朵显现出来的啊 重要性啊 是你无法用其他的知识来取代的啊 所以说想学好音乐的朋友啊 一定零基础钢琴和试唱链儿专栏同时学习啊 这样你的学琴效率会事半功倍 好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 有什么不明白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 或私信交流 我还是那个不一定说你爱听的 但一定是为你好的钢琴